今天星期老徐本来想讲一个题目叫做 《方言制造集团》 这个成员包括 梁爱思 罗范昭芬 林郑月娥 袁国强 谭志远 当然不可以少得就是梁振英 想归结一下这班官 过去一个星期里所讲的官话当中有多少的方言成份 但是后来心念一转就觉得 其实过去那几年里面 我们在官场的官康里方话的成份 已经可以说去到一个景地 就是梁 不记得看得出 笼 不记得听得到 所以觉得再讲这个题目似乎欠缺新意 所以想一想 不如讲一个偏满小小的题目 就是讲传媒 但是我又不是讲明报 如果是讲明报就不是偏满 也不是讲近期的传媒陆续被打压的形势 如果是这样又不是偏满 这些都已经是香港的一种 叫做好似常态的现象了 我想讲的就是 从施永青 就是AM730的老板的一篇文章讲起 他最近在他的专栏里面写有关 当然了 从AM730被打压的时候 他在专栏里面写有关的文章 除了重新自己会尊重偏采自由 在政治方面不会受到影响之外 他也有一篇文章讲 现在的主流传媒当中 有个所谓的融族民粹成分 以下他其中讲的一段 就讲说 某些传媒不断渲染色情暴力 呼吟灰道 真是为了释放个性自由吗? 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纯粹是为了吸引受众呢? 透过增加发行量 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呢? 有些传媒已经不惜为此 编作故事 设计图片 甚至侵犯私隐 欺负弱小 这样发展下去 还能否为社会带来进步呢? 为了人类文明可以健康地发展 公器在手的传媒 都是扮得正派一点好 他没有说他在讲哪份报纸 有些人说他是暗批苹果 老实说 我自己对于施生的观点 可以说是分享了他的观点 因为我都认同他所说的 就是有某些传媒 如果做到一个地步 地步是什么呢? 就是欺负弱小 侵犯私隐权 我觉得问题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我们作为传媒工作者 应该紧而慎之 除了在政治方面 不应该倾向建制 在政治方面监察社会之外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主流传媒 它还是一个公器 所以我们要谨慎地使用这个公器 不要将它淪为一种欺负弱小 侵犯私隐权 这方面我是非常认同 但是至于品味方面 有所谓的低俗与高瓦 以前来说明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报 所以它走的是比较高瓦的路线 至于我们外国也有的一些小报 走向融族化 反而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刚刚今早老徐吃早餐的时候 也和朋友讲开香港传媒生态这个题目 老徐的见解是这样的 你看看90年代的时候 苹果一部刚刚出 那时候可以说是苹果盛世 在地铁车厢里面 10个人开报纸 可能有8分在开苹果一部 接着免费报纸出了之后 形势就转变了 开始越来越多人开免费报纸 起初叫做都市日报 后来免费报纸派发的渠道越来越多 又派到屋邨那里 于是在地铁车厢里面 已经很少看到有苹果日报 大部分都是免费报纸 当时就说多好 免费报纸有2厘 小小份 接着之后 近这一两年的时候 现象又开始转变了 已经开始很少看到 在地铁车厢里面见到人开报纸 除了上班时段 但即使上班时段 也好 开始越来越多人 拿着一个手提电话 或者一些手提电话 与平板电脑结合的硬体 他们除了会看网络的媒体之外 有时也会看一些社交媒体 即是Facebook 诸如此类 我觉得 研究传媒的现象 其实最重要的是 首先从所谓的月听人的习惯 开始去考虑 我最终 为什么我仍然对于一传媒的生存 会抱持乐观呢? 当然了 就要看他这几年 我所谓捱迈得过去 因为你看到 香港的所谓传统媒体 包括免费报纸 他们的online media 其实是做得非常不够互动性的 也非常不懂得采用网络媒体的优势 包括有文字 有短片 有图片 你看到 譬如主权新闻这些 很懂得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包括了最近的施政报告 他由刘世良卿 一路好听施政报告 一路做图 将施政报告一边 然后另一边就是刘世良的一些见解 然后下面有一个图 就是一个老母西的图 整个包装是非常容易阅读 十几张图就讲完整个施政报告 这个我觉得 你中观现在的传统媒体 搞online media当中 似乎只有一传媒 是较为用心去做 较为扔资本去做 较为似乎知道新媒体是什么一回事 的一个传统媒体 所以我觉得 就算是免费报纸 无论AM730 或者都市报 当然不要说其他免费报纸 以及一些传统媒体 比如明报 我觉得 你看看他的online media 你就觉得他就这样把东西搬上网给你看 有些有很大的规限 所以 其实我的见解是 将来的战线仍然是online media 现在老徐一当 这条短片提醒一下 那些免费报纸的老板 你如果觉得 现在自己很行 打倒了一些收费媒体的时候 而沾沾自起 下一个死会是你 因为 将会由一些网络媒体 打你 而如果懂得玩网络媒体的传统媒体的话 他将会成为一个最后的刑家 是 一条短片 就是 这条短片 一条短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